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节目 我是石涛 杨家已经死了 离我们而去 应该说中共在处理杨家这件事情上 他采取了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话 叫做快刀斩乱麻 他实际是想把整个事情赶快在公众的视野当中给它去掉 消失掉 谁都没有想到在最高法院核准之后 前后不到24小时 中共就下手在第一时间把杨家杀掉了 也就是26号的上午9点之前 这件事情就完了了 那整个事情在完了的同时 中共几乎封锁掉国内的所有的论坛 在所有论坛上 谁谈论杨家这件事情的这个帖子在第一时间都被删掉 所以可想而知 中共整个的行为 它的目的就是一定在杨家这个案子的背后呢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从另外一点呢 我想说的他表面上是以法律的名义 以公正的名义 杀掉了这个杨家 从另外角度说 杨家以自己的命 以自己的生命啊 来杀掉 或者说来给整个今天中共所谓的法律制度呢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中共现行的法律制度死掉了 海外各大网站呢 针对他这件事情的都有评论 美国之音上的文章叫做 杨家案令民众对司法公正疑惑加重 星期三上午 杨家呢 被执行了死刑 杨家已去 但观察人士说 杨家给社会留下的震撼还在 当局应该通过杨家案反思司法系统现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问题 那文章呢 采访了这个杨家的父亲 杨复生 那杨复生自己是这么表示的 他说 说明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 不承认不行 老百姓活得太难了 我们只有一个忍字 苟延残喘地活着 杨家就不想 也不肯苟延残喘活着 总想讨个说法 我不说杨家是什么英雄 但我总是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维护自己尊严的人 文章里呢 又采访了杨复生聘警的辩护律师刘小元 刘小元自己是这么说的 说昨天晚上 也就是25号的晚上7点10分 王静梅 杨家的母亲打电话来说 上海的高级人民法院的两名法官到他家 受最高法院委托通知有关杨家一案的死刑复合刑事的裁定书 也就说呢 那杨家他妈在头一天晚上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第二天早上9点之前 这件事情已经执行了 儿子跟他已经永久的分别了 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那杨家的父亲杨复生说 杨家的亲属 街坊 律师 记者 以及所有关心杨家案的人士呢 晚上突纷纷的都赶到了杨母家 大家相对无语 充满了无奈 而杨复生自己讲说 杨家杀人他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他应有的权利也应该给他 而且他妈妈的权利也应该给他 一审二审 好多地方有这么多疑点 为什么就不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我感到非常的疑惑 那文章里特别提到目前的杨家案的司法状况 他说法律工作者对杨家案的司法程序 以及围绕杨家案的重重疑点不断提出质疑 但是最高法院却在没有澄清中国司法工作者提出的种种质疑的情况下 依然核准了杨家案的死刑判决 并且在第一时间就动手了 文章里是这么评价的 他说杨家看起来不但没有记起民愤 反而更像华盛顿邮报所评论的那样 他在中国成了英雄 一些网民把他称为杨大侠 就在于他敢于挑战警察的暴力 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情 而杨家的语录 你不给我个说法 我就给你个说法 成为了今天一些维权人士的经典的口号 北京律师公益研究中心的叫郝静松律师说 中国社会的现状决定了许多民众对杨家袭警案做出如此的反应 而中共这个办法有杀一敬百的含义 但是郝静松律师明确说 如果中共当局以这种杀无涉的方式 希望社会目前存在的暴力维权活动能够停止的话 他说恐怕难以奏效 因为杨家作为一个公民的个体 曾经试图通过合法程序寻找自己的公道 但是重重阻碍根本不可能 所以最后他才说了一句话 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 国内的很多网站把这个消息都删掉了 但是他们没有敢对艾薇薇动手 艾薇薇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 叫杀吧不要以正义的名义 文章里他上来就说爱杀就杀吧 可以痛快点多大点的事 没有人会在意的放心大胆的做吧 灭掉个生命既不是第一千一万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当战车碾过年轻人的身体的时候 你们一个都没有犹豫 他说既然你们早就清楚知道 罪恶不会带来一丁点惩罚 因为人都不相信神佛 人不相信有来世 他说既然谎言是唯一的方式 可以延缓死亡的话 既然在这片荒原上永远长不出正义的草来 那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真正的阻挡你呢 他说想通过合法渠道 想了解事情真相 想谈到公平与正义 他说那是与虎毛皮令人耻笑的 今天有谁能够说国家 我相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国家和贼还有什么区别呢 他这里特别提到说 如果公检法是个婊子的话 那都是对卖身服务业的一种污蔑 在他看来今天的社会 今天中国的社会完全就是一个疯子的社会 最后他说杀吧 不要用正义的名义 那是在羞辱一切 没有一个政权会在意它将会被蔑视的记住 那很多网友呢在艾未未的博客当中呢有跟贴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人说了就叫苍天已死 第二个人说的是要让杨家死得明明白白 不要玷污了正义 第三个我不是个流泪的男人 但是看了你的文字却想流泪 为我们这个国家和可怜的人命 最后一个说的更简单 真是疯了 所以我相信呢 他指的真是疯了 是这个社会完全疯掉了 而另外一个网友呢 借着这个艾未未的地盘吧 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 他说亲爱的杨家 我给你写封信 之前我们不认识 后来因为你为了一个人的自己的尊严 而发生的故事使得我开始关注你 他说你要先走了 我想告诉你不要委屈 不要难过 你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 世界的万物是上帝造的 所以有一天上帝会来审判所有的人 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公平 就连小就教育我们这个世界 是无神论的国家的当权者们都说 天堂二字 既然有天堂 那就一定会有地狱 所以不要难过 我会为你祈祷 天堂里没有委屈 他说我知道 在平时的生活中 你是个有准则 不做亏心事的人 他说不要怕 你放心的走 这是人的世界 所以免不了邪恶 有时好人不一定能够平安的 但不要紧 重要的是做人要坦荡 要善良 要温柔 要节制 要信实 他说我们生活在世界里头 在我们生活中缺少良好的信仰 那人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目 而只能看到人们眼中的刺 他说这个就容易导致了很多不公平事的发生 他说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安心你的妈妈 有一天你们会在天堂里相聚 我敢断言一点 如果杨家是被冤的 那他死去的魂 一定追着那些真实的凶手 和给他造成这种冤屈的所有的人 一定有人会寝食不安的 那现在大家网上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就是上海的提兰桥监狱 那艾薇薇第一时间找朋友去照了张照片 他自己说 这今天也就是11月26号星期三 那应该是提兰桥监狱 百年御史当中最黑暗的一天 请人们全都记住 感谢观看